馬子慈悲大家好 歡迎大家進入馬子網路大學堂 大家來學習解謙詩 今天顧問要分享第54籤任系籤的案例分享 有一位先生未滿50歲 給顧問鑑定名字 顧問就跟他說 你的名字好像有結識 恐怕度不過50歲 恐怕要開大刀 所以要來改個名字 所以他就來改個名字 那抽個籤 就抽到這個54籤任系籤 那我跟他解說 所以你千號簽一定 目前身體有很大的狀況 恐怕度不過50 所以改過名字以後 你最好聽顧問的建議 然後到北港朝天宮去拜媽祖 那裡給媽祖喜宴 所以你這次要開刀 開刀成功率只有50% 所以請媽祖保佑 讓你的身體健健康康 度過這個結識 那我們可以延長壽命 請媽祖的保佑 你要保佑 你要保佑 要保佑 那如果保佑 你一定要告訴媽祖 所以你會 每一人 會跟隨 使顧問 來這裡 進香 3月19會來進香 跟他洗個宴 洗個宴 如果保佑 就沒有問題了 後來 既顧問知道 他有去北港 媽祖是神輩給他 所以他開刀非常順利 非常的成功 醫生非常滿意 他自己好像病情就好轉了 好轉了 今年3月19 就跟隨我們一等媽祖回子廟去進香 那我用這個案例 來解說 念細籤第54籤 孤燈雞雞夜沉沉 萬事清急萬事沉 這個也就是說 你像一盞孤燈 在7月的夜晚 寂寞站在那邊無助的樣子 沒有人幫你的樣子 可是沒有關係 其實你不用想太多 你只要清靜 吉祥 事情都會成功 這次的開刀 不會有問題的 那洛宏印中有善口 燒得好香達神明 這之前媽子 所以你改過名字 然後去求神 那如果 你有好的結果 你一定要來答謝 要來進香 來拜拜 你知道齁 所以顧問就建議他 趕快去北港曹天宮拜拜 那因為他有陰宗 就是有那個恩親在職的 落魂陰宗 那因為這個病 是所謂的因果病 很嚴重的 所以醫生說成功率只有50% 他沒有辦法把握 這個都是冥冥之中 有陰的 所以我們看新鮮 你面臨事情很緊急 又複雜 一次一次的發生 表示現在的運勢 如同月亮蒙上了灰塵 本來為人主事都不錯 你做點都不錯 他成就也不錯 在公司經營企業都很好 你應該有省在保佑的 可以安心度過災難 但是你會感受到感嘆 平安為什麼不容易得到 你今年7月 有模有樣又做很多善事 可是為什麼還是很不安 得這個病 那麼嚴重 所以你心會有恐慌 那就是因為好像晚上會感受到 好像有陰煞鬼滅出現 你真的使有厭親在職來找你 所以你很恐慌 所以我們必須到廟裡 參與煉金的活動 還要去接受省水的灑身 或沐浴省水 以其消災解禍 所以故隱告訴他 你可以跟三天十九 跟我們回去北港進鄉 因為參加進鄉團比較正式 師父會幫我們灑大杯座的大杯水 所以你要跟我們去灑 那你趕快去拜拜 趕快喜宴 請神幫忙 你說你會來進鄉 所以神就會照顧你 你要沐浴省水 清淨省心 那掛像 銀掛是 封掛是謙卑謙順 比較容易得連心 獲得諸詞 所以你謙卑謙順 不是盲從 所以你來這邊拜拜 我祝點你什麼 還有同學祝點你什麼 不是盲從 你不是優柔寡斷 而是要順從 選擇跟隨偉大的人物 你要跟著媽祖 媽祖去祝點你 所以你要跟著一德媽祖去進鄉 要學著偉大人物 神就是偉大的人物 懂得 所以你信風就是風就是跟隨 你要跟隨 要學習 學習拜拜 開始要學習拜拜了 你落後印中有戰果 要燒得好香達神明 你平常沒有拜拜習慣 現在把你改名字的 就是有好結果 一定要跟隨去進鄉 去學鄉 新謙折風大過 大過就是你要大膽的渡過去 要勇敢大膽渡過去 所以你正此那種關鍵時刻 堅持正道 大膽喘過去 我們看堅圖 那就更明顯了 這個寶劍寶刀 你有殺身 所以上輩子你有殺身的那種業力 所以今天恩親在主來找你了 要動大刀了 一定要開刀 因為你換了十戒了 換了殺葉 所以你都有果報 所以這個殺葉是非常慘重的 所以這一生得病了 活不過五十歲了 你必須謙順有理 要跟隨 要相信 不可以再動刀帶動腔 連勝利要追求清淨 清淨就是修行 修行只有兩個重點 清淨自己的身心 然後行善事 兩個重點 行為就做善 心要清淨 就是這個 你要開始修行 過清淨祥和的生活 故事 就是小姐求活 嫁兩眼 你一定要求活 這個故事說 你沒有好對象 要去求婚姻 就要去拜拜 那你現在是 有生命危險 要動刀 成功率就有五十趴 顧問還根還說 你可能活不過五十歲 很危險 要動大刀 因為小動物 又怕刀 就窄了 所以 要趕快去改名字 趕快去拜神 求活 所以小姐要結婚 你要去求活 就是趕快要去求活 再叫她趕快到北港去求活 因為我比較 對北港比較熟悉 因為我們的主廟在北港 第二個 王爺英相國務今佳琪 就是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他們兩位 郭華與王爺英 就是天上的仙女 童子 被打下反了 這七世夫妻 七世夫妻 這個故事就是告訴我們 不要沉迷在酒色財區當中 你會延誤了自己的前途 要有好的婚年 就要到廟裡燒香才有貴事 所以他現在問健康 你就是趕快去廟裡燒香 habl燒香 你會延誤我們 你會延誤 你會延誤 希望你延誤 你可不再靠近 你走開 謹慎 特朗諺 你會勸待 為什麼 這次我們 他真的氣了 也遵從媽祖的旨意 旨點而去做的一些善事 然後呢 也真的今年三月就跟隨了一等媽祖同修會去北港進鄉 他就跟隨很謙卑 很客氣 所以我們一見如故 所以感覺到他完全接受媽祖的信仰 那現在身體恢復得很好 醫生非常樂觀 非常高興 所以他也非常高興 所以開始寫拜拜 每天都在練經 既他的朋友給我回饋 最後他每天都在練經 他很聽顧問的話 他就是要回饋 回饋的意思是說要練經 要修行 要清靜 清靜自己的心 做善行 去利益於眾生的事 我們天使地利人和感應的方法 這是千 是死水 所以利在冬天 剛好是七點年底的時候 冬天去開刀 在過年的時候 前幾天 就過年前去開刀 非常的順利 那在夜晚 要獨處行動 最有利 如果晚上開刀 獨處 去開刀房 結果他開 那在夜晚 都在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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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平時有努力 累積福報 你所要做的事 神明都會幫助你 那只要你去求神明 神明會給時間即可 但據我知道他是蠻善良的 那這是因為因果病 這上輩子欠人家的 所以他是求神 非常有用 所以他累積了福報銀行 累積了很多 所以去求媽子 媽子馬上OK 馬上就改個名字了 當你有燒香 祈禱神明的時候 你練了時間都可以 練了時間都可以 在什麼時候開刀都可以 在清急的時候 萬事都會成就 你不要煩惱 你就是拜拜 安了心了 如果媽子幫你安置心了 那你就開刀就很好 所以你安心 清急 你萬事成 那如果夜晚 你如果感到有鬼滅的時候 你運勢就很差 所以早點睡覺 不要疑神疑鬼 第二 把握地利 誰是指北方 他說以起北方 可是新天是哪裡都好 你有拜拜 有福報 哪裡都好 那集散諸典到哪裡 無論四方 神都會幫忙 保佑 所以你到哪裡開刀都可以不用問 什麼時間不用問 你只要去求神幫忙 都沒有問題 除非神有特別指定你 你想去哪裡 到廟裡去禱告神 你就可以一切清急萬事成 所以你去沒有問題 因為你的福報過 所以遇到鬼滅來要命 沒有關係 神會幫助你 到廟裡佛事可以祈求轉印 所以我才叫他到北方草丁宮 拜拜吧 其實台灣很多大廟都可以幫上忙 沒有暴力衝突煞意的地方你才能去 所以你去的地方不可以有戰爭 去的地方不可以有屠宰業 那種地方你需要不要待 在你旁邊是殺雞 養豬 殺雞的 殺豬的 你最好是不要住 人少清靜的地方 祈禱神明 你卻能通達 所以你去拜拜 去要找人少的時候最好 所以清急的時候 比較沒有人 那行求人何 人怎麼去改善自己 找怎麼樣的人當朋友 找怎麼樣的老師 就很重要 送這裡 謝謝阿娜的 720-11 1032 野處減少了的殻 小律寂寞 過得清淨 簡單的生活 過得清淨簡單的生活 生活很簡卜的人很好 所以你要過簡單的生活 就去修行 要懂得輪迴果報 憑使默默行善 累積善果 也會燒好香 禱告 通達生命的人 第三 謙順謙卑的人最容易得忍心 不自卑 裸落 不優柔寡斷 懂得順從 跟隨偉大的人物 所以我們要跟隨神 解禦神的精神 媽祖就是一個人物 我們要讀天上聖母經 所以我也叫他煉經 他每天現在都在煉經 寫喜媽祖是如何思維的 如何講話的 如何做事的 如何禮佛謙神 寫喜媽祖 不要沉迷酒色才氣 援護自己的感情跟前途 第六 懂得斯大葉的果報 所以他有斯大葉 說你這輩子要謙順有禮 不衝突 不動刀 不動槍 要追求清淨 想和生活的人就去休息 要清淨自己的心 做善事 第七 對臉謙順有禮 沒有怨恨聲 不要怨恨了 要隨何而可親 很容易得到別臉的心 不要報仇 那對眼睛的傷心 升心 不用的 知道嗎 懂得到廟燒香求神 求英年好歸事的人 那第四 改印的一個事項 如果你能堅持忍受獨自修行的寂寞 慈戒不思 賢戰累積果報 功德 那追求清靜祥和 修道人的生活 你做練的東西都會成功 那如果面臨困難 知識不慎 你只要到神明前 燒個好箱 把狀況告訴神明 並做事願望 神明就會讓你轉印 如果有困難 你就知道廟裡起神就好了 冥冥正宗就會有個好結果 所以有好結果 你一定要回來答謝神明 接下來你一定要什麼事 要獨立輕微 勇於創新 不怕失敗 面對未來 你會有神智 克武難關 有你所願 所以他的病會好 有些人病 改個名字就是好了一陣子 過一個陣子 還是要再改一次名字 還要再求神 那有人改出就好了 那聽話 媽祖的建議 好好去布施 那你能迫 好的 對 佛琳 校友們唱過於是 luck!! 那你不能有五次的 只要等到一個人 然後你不賊了我 天啊 那你不賊了我 天啊 那你不賊了我 天啊 那你不賊了你 天啊 你不賊了我 天啊 那你不賊了你 不賊了你 那你不賊了我 天啊 那你不賊了你 天啊 那你不賊了我 天啊 請有公信力的貴臉幫忙 可以解除危機 如果遇到陰煞 疾病啊 醫生說沒有把握 你就要小心了 那就是陰煞 急迫了危機 趕快到廟 參加法會念經起乎 讓法師的聖水靜身 就是念大悲作 有那個大悲水 幫你灑一灑 接受那個師父的聖水的洗淨 那如果有祈求成就 別忘了一份耕癮一份收穫 除了要獨自依靠自己努力外 能吸宗教的修為就可以入院了 那這個都非常明確 所以他開始練經 跟隨我們去淨香 他淨香回來 有回應給我們的諸森同修 他非常高興 他明年還要去 那我們看看解餐蓋藥二七九項 我們來看看這個助病 要積極抑制 行善起神 可以欺災解惡 所以他一定要去求神幫忙 所以像這個改名子抽到這一支籤 我一定會叫他到大廟去求神 那因為我對曹田宮我比較熟悉 所以我都會介紹到曹田宮前北港的同修 所以我都會介紹到大廟去教堂 那健康如何去經營 要獨自運動 獨自運動是自己要修 就是自己練經 要去修 自己去打大功當產 不是一群人 他要獨自 清淨養身 清淨自己的身 心靈 養自己的身體 練七公幹什麼 以宗教修行 你一定要念經 喜宴 迴向 懺悔 每天的工作都要做 這叫做宗教的修行 就是發言 念經 念經就是發言 要學習媽祖的精神 媽祖的教義 奉處經典 就是發言 然後你要什麼 懺悔 你有恩親在主一定要懺悔 不能會阻擋你 然後你要懂得迴向 功德迴向諸中生 像菩薩一樣 這才是修行 以上是顧問的分享 第五十四千 念洗錢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慈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